hello 你好 我是盈盈 欢迎收看今天的荧光笔工作室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马来西亚的骄傲 哈哈 讲到马来西亚的骄傲呢 大家都会觉得 一定就是我们的美食了对不对 那不管是我们早餐的时候 再到了这个午餐的时候呢 到了晚餐时间 那我们刚刚用了这样多的食物票 要引你来听听这个高碳水 高糖的食物 其实呢 如果你上一集呢 有靠我们做的这一个影片 也就是我们跟林冠良营养师呢 一起录的BB Life三忙的 你可能或多或少呢 就应该有一点点的头绪了 是的 今天呢 我们荧光笔呢 要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到底啊 马来西亚人对糖有多上瘾 好 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嗨 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 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er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 我们以科普的方式 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 民生 时事议题等等 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 也有访谈哦 那有这么多的内容 有兴趣的朋友 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 还没的话 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 我们每个礼拜三 跟礼拜六呢 都会准时上影片 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 OK 回到正片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呢 让我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你们都有吃甜食的吧 喝奶茶也很爱对不对 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下方留言 留个cupcake的emoji 告诉我你是喜欢吃甜食的 或者呢留一个奶茶的emoji呢 让我知道你是爱喝饮料的 或者是你其实就是 非常的清心寡欲 你就放一个仙女的emoji 在那边也可以 根据国库控股研究机构 Kazana Research Institute的 这个研究显示 马来西亚的这个糖产量呢 在2005年开始呢 就不断的上涨 更是在呢 2023年呢 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新高 总共产了 接近200万公吨的白糖 而其中呢 只有23万公吨的白糖呢 是要出口的 means 剩下的这个175万公吨呢 都是吃尽力 跟我的肚子里面的 是不是对这个175万公吨 没有什么概念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175万公吨呢 平均分给每个马来西亚人的话呢 那我们每个人呢大概呢是可以分到差不多 50公斤左右 也就是说呢 你每天需要吃大概135g的白糖 一年才会吃完这50公斤的白糖 那聪明如你们呢就已经知道了 吃那么多白糖会有什么后果啦 绝对不是傻白甜哦 而是呢 会有过度摄取糖 而导致的这一个肥胖 甚至是糖尿病 隶属于马来西亚卫生部 Germanteran Kesehatan的 公共卫生研究院 也就是Institute for Public Health 提交了这一份 全国健康及病发率调查报告 NHMS 第一点 超过一半的马来西亚成年人呢 有超重overweight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患有这个肥胖症 第二点 大约有25%的马来西亚成年人 属于physically inactive 也就是运动量不足 第三点 超过90%的马来西亚成年人 都没有摄取足够的蔬菜和水果 不要不要 我中高了 这里全部还有谁中到晚 你超中我也是超中 你是超中 中完 OK 全国大约有18%的成年人 也就是说呢 每五六个成年人当中呢 就有一位呢是糖尿病患者 这些糖尿病患者呢 大多数都是罹患二型糖尿病 也就是呢 主要由肥胖缺乏运动 而患上了这种糖尿病 其中呢 最可怕的是呢 超过一半的患者 并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 所以呢 如果说你知道你自己的体重呢 是属于比较重了的话呢 那就记得啊 下一次身体检查的时候呢 就问问你的医生 关于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哦 那我们一天呢 应该摄取多少的糖分呢 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这个建议啊 成年人每一天呢 应该要摄取不超过 不超过啊 50g的游离糖 此外呢 WHO呢也说啊 如果我们可以长期的把 游离糖的摄取量呢 控制在每天25g的话呢 那就会更好啦 这个问题 What is 游离糖 OK 游离糖指的呢 就是那一些啊 生产商 厨师 甚至是消费者自己啊 就是你跟我来哈 为了要这个食物 还有这些饮料呢 好喝 好吃 嗯 所添加的这个额外的糖 比如说各种 白糖 红糖 黑糖 糖粉啊 还有什么蜂蜜啊 糖浆 煉奶啊等等 这些都是游离糖的一种 那除此之外呢 水果中的天然糖分 也算是游离糖哦 所以啊在计算 游离糖的摄取量的时候呢 也要记得把水果 还有果汁里面的糖分呢 一起计算下去 才算是正确的哦 而根据马来西亚公共卫生研究院的 这个调查显示呢 马来西亚人啊 平均每天摄取 大约56g的游离糖呢 可是我们超过6g 好像很少耶 讨价还价 当中呢 其中的一半呢 就是来自添加了 额外糖分的饮料 比如说 我们早上最爱的 不喝不开心的 添加了炼奶的 Copy Latte 还有米罗 还有呢 满街可以看得到的 各种奶茶饮料等等 除此之外呢 随着马来西亚呢 变得越来越工业化 还有商业化 我们所摄取的这个 超加工食品的数量呢 也是一起显著成长的 这呢 也就让我们更加容易的 摄取到了游离糖了 那超加工食品呢 还有另外一个可怕的地方哦 那就是呢 会影响儿童还有青少年的饮食习惯 进而导致更多的肥胖问题 还有更早患上糖尿病 根据资料显示呢 马来西亚大有30% 介于5岁到17岁的儿童 还有青少年 正在面对着超重和肥胖的问题 而卫生部估计啊 马来西亚35岁以下的这个糖尿病患者 至少有10万人 所以呢 马来西亚政府呢 为了要帮助大家 只好呢 就在2019年开始征收含糖饮料税 并把2024年呢 把这个糖税的提高到 每公升50cent 包括呢 含有额外添加糖分的饮料 比如像是汽水啊 果汁啊 风味牛奶啊 三合一咖啡啊 浓缩果汁等等等等啊 都是被征税的这个对象 而为了更好的保护儿童 马来西亚政府呢 在2011年以来呢 就已经禁止小学食堂 售卖含糖饮料还有加工食品 例如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这一些 零食啊 汽水啊 糖果啊 腌制品啊 还有快熟面 那不知道呢 我们的观众里面啊 有没有是刚好孩子呢 才在读小学的爸爸妈妈咧 啊 不知道这个政策有没有实行呢 执行起来又有没有效呢 欢迎留言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哦 是的 观众朋友们 根据我们当今的这个医疗水准啊 糖尿病目前是属于无法完全治愈的疾病哦 既然呢 我们一直提到了这个糖尿病 那我们就来简单说一下什么是糖尿病 一个代谢正常的人呢 在进食了之后呢 食物是会经过这个消化的器官呢 而被吸收到你的血液当中的 那这个时候呢 胰脏就会开始 不是你的那个胰痛 是胰脏 就会开始呢 分泌这一个胰岛素 凑使身体的细胞呢 吸收血液里面的这个糖分 而糖尿病的患者呢 因为种种的原因就导致身体细胞呢 对于这个胰岛素不敏感 又或者呢是胰脏无法去制造这个胰岛素 所以呢糖分没有办法被细胞吸收嘛 那就滞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了 当这些含有大量糖分的血液呢 流到了这个肾脏被过滤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肾脏啊就会开始被打喊 啊 负荷不了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重新的吸收全部的糖分 于是呢 哎 这些血液当中的糖分呢 又会进入我们的尿液里面 并且呢在最后经由尿液呢排出体外 所以呢才会被叫做糖尿病啦 糖尿病的患者呢会长时间因为这个血糖的水平升高呢 而损害身体的组织导致出现其他的并发症 当下你可能没有很明确的感觉 但是其实呢它都是慢慢慢慢的在破坏着 例如血管受损 肾脏疾病 视力受损 甚至是血液循环不良而需要节肢等等 那血糖要多高才算是这个血糖高呢 那你就要记得这个magic number 7.0 也就是说呢当你在空腹的情形之下 也就是你停止进食至少8个小时之后 你的血糖含量呢是不应该超过每升血液的7mm的 如果呢超过了呢就代表说你患有糖尿病咯 值得注意的是呢 糖尿病前期向糖尿病的发展呢并非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你早发现早预防的话呢 就有机会可以避免从糖尿病的前期恶化成糖尿病啦 好影片到这里呢也是时候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关心马来西亚的这个糖尿病的发展还有趋势 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啊糖尿病呢不是传染病 其实呢是不会通过空气飞沫接触种种的方式去传播的 那我们只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不就好了吗 那为什么呢还需要这么密切的关注这个课题呢 这是因为啊这个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 当糖尿病的患者成了这个社会里面其中一个主要的成员 那我们就必然无可避免的必须要倾注更多的资源在糖尿病患者的身上 根据卫生部的这个资料显示啊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 心血管疾病的直接医疗成本呢高达83亿令吉 同时呢造成了高达300亿令吉的经济损失 这是因为呢糖尿病并不是一个只影响患者本人的疾病 而是会同时影响患者的家人朋友的一种疾病 随着这个糖尿病的病情恶化 患者除了是会慢慢的失去工作能力之外呢 更会渐渐需要长时间的照护 无形中呢就增加了患者和照护者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并最终呢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啊 糖尿病呢目前是无法治愈的一种疾病嘛 所以呢在确诊的糖尿病以后呢 患者和照顾者呢就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 患者呢要记得按照医生制定好的 这个治疗计划按时服药定时复诊 而照护者呢更不能够在漫长的 这个照护过程当中迷失了自己 要记得要先照护好自己 除了让自己有足够的休息呢 更应该要在需要的时候呢 向身边的人寻求协助 其实我们影光笔做这支影片的用意呢 并不是要违言耸听 制造这个紧张感 更不是呢要鼓吹大家 现在马上立刻就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模式 立刻变成一个perfect的养生的人 更不是要大家呢回去就把冰箱里面的 那些可乐啊奶茶啊这些什么蛋糕啊 冰淇淋全部把它倒掉 但是呢我们要做的呢 其实只是希望大家呢 多多关注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的时候 也可以多花一点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行为 如何从自己的改变 进而变成了整体上的改变 这是因为呢 如果我们都希望改变马来西亚这个大社会 那么呢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开始 才是最容易下手的地方 一个影响一个不是吗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 啊又是一集呢边录边新鲜的一集 我很喜欢吃甜食怎么办 我又卖冰淇淋 这样怎么办 好啦无论如何 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里面呢 是不是有朋友呢 其实你本身就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或者是患者的家人和朋友呢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呢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糖尿病的一些了解啊 生活啊想要分享的 或者想要给大家提醒 那都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留言一下哦 那你觉得我们这支影片呢很有资讯帮得上忙 可以帮我们share去你的这个家庭group啦 或者是你的所有的whatsappgroup啦 或者是你的facebook any位置 然后让更多人看见 可能我们可以帮到更多的人有正确的这一个观念 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 那我们是一望米工作室 是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都会上载 一支跟马来西亚的社会文化历史 以及还有什么 anything啦 相关的这个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可以follow我们 或者是每个月一杯奶茶的钱 我觉得这一集用奶茶形容不是很好 有什么可以代替 哎呀算啊 每个月15块就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的影片 还有走更远的啦 记得加入会员 好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对我说的 啊 哈哈 哈哈